和其他问题一样 蓬佩奥关于编造谎言 为自己的错误行为找借口 中国留学人员聪明勤奋 一向是中美科技教育交流 和两国人民友谊的重要桥梁 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 以莫须有的罪名出台措施 限制中国留学人员赴美签证 严重侵犯中国留学人员正当权益 完全违背中美两国人民 包括青年一代 开展友好交流的共同愿望 这是开历史倒车 只会损人害己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